音樂 第一個挑戰呢 我認為是低碳電力的供給的不足 那如果要提供低碳電力的供給呢 第一個當然想到的就是要強化對於高排碳的電力的管制 第二個就是強化再生能源的發展 那第二個問題呢 主要是缺缺低碳電力彈性的需求 一部就是說過去大家強調就是集中在缺電上面的迷思 但是呢沒有考慮到說我們如何把電用在更對的時間 如何用更好的方式去使用電 也就是要提高電力的彈性 第三個呢是公民電廠的發展 因為公民電廠呢它可以去調適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 透過分散式小型的一種電力的供給的方式 跟使用的方式來可以減緩氣候變遷的衝擊之外 也可以提升人民在參與這個能源的過程中 提升自己的能源的素養 最後一個呢就是駐飯機關的管制上呢 其實他們欠缺了權責上的劃分啊 還有就是他們管制的能耐等等的溫足 提到就是低碳電力管制的部分 那低碳電力管制部分 因為目前呢只有在用電力的排碳系數來管制 公用受電業的銷售電能的標準 但是呢針對發電業並沒有做任何的管制 所以第一個必須要強化發電業的管制 再來呢也沒有考慮到像歐盟電力市場改革中 來限制火力電廠未來參與容量市場機制的 一個標準或限制 再來在再生能源上面的發展呢 第一個我們覺得要先建立就是 綠電平台的電力的交易制度 那第二個呢就是要如何去優良化我們的 再生能源憑證的制度 第二個剛才呢我們有提到就是 現在呢都集中在缺電的迷思 沒有考慮到說如何提供電力彈性的需求 也就是如何將電使用在最正確的時間 跟如何最正確的使用 那這個方面呢包含就是我們要如何 改善我們的需量反應制度 再來第二個是儲能設備的規劃 還有儲能法規的進入的市場的障礙等等 那第三個呢是提到公民電廠的問題 就是要如何提供分散且小型的這種電廠 來參與電力市場的規劃 第一個呢就是我們必須要去辨識 所有公民電廠進入市場的障礙 然後如何去鼓勵他們 然後去整合各跨部會的資源 讓電力市場更友善這些公民電廠的參與 那最後一個呢剛才我們有提到的就是 政府要如何去強化他們的管制的能耐 那可以顯見的在電力市場 越來越自由化的過程中 我們需要一個獨立的管制機關 無論是在它的營運或者是政策的管制上呢 都可以以一個比較獨立的機關的角度 來去管制我們如何去平衡我們的電力市場 剛才呢我們還有提到一個就是 我們要如何提供電力市場的彈性的需求 那也就是為了避免大家 就是集中過去的缺電的迷思 現在呢我們就要告訴你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 也就是工業效率優先 在工業的節能上面推動來講的話 第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目前的能源價格是比較低的 所以工業部門的話在很多的節能措施來講 他們那種說都是投資的回收期都這樣長 所以他們的投資意願就是所削減 然後在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那工業部分的每一個所謂的節能設備的投資 他們都是受領非常長 都是延遲二三十年的一個一體投資 所以他們必須要有一個很清楚的一些政策訊號 但目前我們台灣的話 就一直沒有建立起來 我們長期的說 那我們到底有沒有要推動碳定價 排碳到底會不會納入他們雲成本的一環 而且對於我們長期的一些減量目標來講的話 我們到底有沒有要確認這個長期的減量路徑 這幾個面向來講都不清楚了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會削弱工業方面 在整體的節能投資上面的規劃 然後在第三個問題來講的話就是說 目前我們在很多工業方面的節能管制政策 它的資訊都是不透明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話 民眾一般團體來講 很難去監督工業方面的用電效率 能源效率 甚至在綠電採購的比例 這些資訊來講的話 都是比較不透明 沒有辦法讓公眾可以妥善地監督 確立工業節能優先 這個政策組合上面 我們提出了四個重要的核心措施 第一個核心措施的話 其實是在強調說 我們目前就已經針對這些耗輪產業 有訂有一些耗輪標準了 我們要全面加延這些耗輪產業的標準 因為目前的話這些標準來講 都訂得太過寬鬆 就例如來講 針對電子業的管制來講話 只管制到它的公用設備的用電 沒有管制到製程的用電 這個部分是一個我們必須要極速擺散的一個政策措施 而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要強調的事情是 希望要推動我們所謂創新地炭製程的導路 而這些創新地炭製程的導路來講話 就必須要藉由確認所謂部門的總量管制的要求 於是我們在探定教這些政策方向的推動的時候 才能夠領導像是鋼鐵業這些所謂的 所謂的傳統耗輪產業裡面 他們能夠花時間去研發所謂的地炭製程 然後再來第三個面向來講的話 我們要試圖發揮所謂的 循環經濟可以帶來的忠效 因為在這邊 因為在國際上面都已經強調說 工業的能源轉型或提炭轉型的話 很重要的一塊就是要抑制所謂的工業的物質剷除 所以在這一塊的話 我們要去尋求減碳政策 跟循環經濟政策中間的忠效 然後最後一個面向來講的話 就是要針對目前這些工業能耗資訊 不透明的這個議題上面 我們強調的事情是要推動所謂 工業能源績效的強制揭露 比如說工業他們不同的造型產業來講 他們的能源效率這一塊的話 必須要定期的揭露跟公開 然後他們提出來的一些針對 是否有採取內部碳定價 或者是不同的這些產業他們定出來的階段性的減碳目標 這些資訊都必須要充分的揭露 讓投資者甚至讓一般的公民團體 都能夠有效的去監督他們 然後這樣才可以施加更多的壓力 然後促使產業部分能夠去加速推動他們的低碳能源轉型